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5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棒 我是Jennifer 在娱乐圈中最令人羡慕和持久的一对 恐怕就是黄晓明和Angela Baby了吧 两人从恋爱到结婚 至今已走过了11个年头 今年马依丽和文章宣布离婚 董轩和高云翔散伙 再到杨幂和刘凯威的遗憾 可以说经历了这些明星的悲欢离合后 也只有黄晓明和baby这对 能够让人继续相信娱乐圈里还有爱情了 不过从今年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baby和黄晓明 突然几乎不再同框 两人上节目的时候 似乎还特地有意错开登台上节目 当时就被人怀疑 是不是婚姻出现的问题 随后有人爆料称 造成两人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 是黄晓明遭到了baby的背叛 据爆料称 baby这几年在内地的走红 全靠着自己的身体才换来的资源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一线热门女性的地位 像在创业时代 baby就靠着潜规则拿到了两亿的片酬 不然为什么演技不好的她 总是能够远远拿到女主角呢 对此baby起诉了造谣者 获得了公正的判决 在新权律师事务所公布的案件播报中 这条消息已经完全对baby构成了造谣 由此得知这样的谣言根本就是空穴来风 其实baby这一路走来的努力都是有目共睹的 从早年在香港日本模特出道 后来被香港鬼才电影员黄百名赏识 让她出演了《哀仔多情》和《花田喜事2010》 开始被广泛熟知 虽然这两部并不算是什么好作品 可是靠着baby的绝世言识 还是成功地打开了知名度 自从参加国产版跑男以后 baby更是从内地市场起飞 走向了今天一线市场的地位 虽然Angela Baby演技确实欠缺火猴 她在去年的腾讯综艺《美食告白记》也自白过 表示自己早年怕失去机会 所以明知道自己实力不够 不想得罪投资人 才摆无禁忌地接了不少电影 可是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做错了许多 在去年baby几乎都没有怎么拍戏 一方面证明自己并没有靠前规则 身体换来演戏的机会 否则的话baby干嘛不去赚钱接戏呢 另一方面是就像baby所说的 做错了才明白不能什么戏都接 要演自己合适的才行 而对于和黄晓明离婚传闻 后来baby在参加节目时也被主持人问起 baby并未正面回答 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两人现状不言而喻 她直言她不希望再听到什么 老公对我很好之类的话 不想只因为黄晓明的原因 才让大家记住自己 一见到我第一时间就想起黄太太 只被大家记得这些 而更希望自己能够拍摄一些好的作品 让自己被大家记住 此话一出网友纷纷炸锅 言语之中不免有着想与黄晓明 撇弃关系的意味 但是大家都知道baby之所以能够走轰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黄晓明 不得不说两人频繁传出离婚的消息 足以证明关系早已经非西弊 而曾出现过这种频繁传出离婚消息的杨幂 刘卡威夫妻事实证明确实分道扬镳 所以一切传闻永远都不是空穴来风的 不过两人至今都没有正面承认已经离婚的消息 所以是否离婚还只能等待两人官宣 不过这几年黄晓明事业和人妻已经大不如从前 对baby的帮助也是微乎其微 所以他们谁也不愿做衣服在树上的小鸟 或许更想让自己飞上青天寻找更好的蓝天吧 1月4日有网友在微博发文提到了 前著名央视主持人瑞成刚 并晒出他喜欢的豪车 称他被查后豪车一直停在路边无人开 还晒出豪车停在路边落满灰尘的照片 瑞成刚没入狱前是央视著名的才子 学生时代的他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进入央视后 瑞成刚的成绩同样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在央视英语频道担任主持人的几年时间里 他对数百名世界优秀的顶尖人物进行过专访 多次在重大的经济会议上担任过主持并演讲 在瑞成刚的微博中 几乎全都是他对各界人物进行专访的宣传 在前央视广告负责人接受调查后 外界则传出受惠案也牵扯到了瑞成刚的消息 当时瑞成刚疑似发文回应了外界的传闻 然而仅仅过去一个月的时间瑞成刚也不见了身影 他的微博动态停留在2014年7月9日 他没有消息的前一天 瑞成刚接受调查后 该案还牵扯到了诸多明星 该案在办理时不断有影视明星被通知协助调查 这期间瑞成刚和多位明星的合照在网上曝光 有原力莫文卫等人引起不小的轰动 在调查后协助明星全部都离开了 瑞成刚则没有全身而退 瑞成刚被查后 官媒则发文怒批他心态大 急于成名发财 据悉瑞成刚被判六年 近日有很多网友都在他的微博下面纷纷留言评论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 已经2020年了 希望她出狱以后能够做个普通人 如今的Angela Baby算是女明星中的头一份了吧 虽然作品不多 可知名度却够硬 手上的代言更是数不胜数 每年拿到手的钱数也数不清 在镜头面前美丽自信 有许多人都羡慕她能够走到今天这样的高度 Baby早年出道可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她当年在香港发展不好 继而转战日本 知名度才慢慢大了起来 可是在日本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年少又没有背景之称的Baby早年也吃了不少的苦 谁能想到她在日本打拼的时候也是这么的卑微呢 被人拿着酒瓶子怼到了脸上都不敢反驳 还要笑脸相迎 眼神充满的悲伤 让人兴许不已 不说当年作为新人又是在异国他乡打拼的Baby了 就算在国内功成名就的女艺人 同样也免不了出去应酬一番 说起林志玲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台湾第一名模 在国内的知名度也很高 参与过不少大制作 是许多人渴望而不可及的梦中女神 据说自己的家里条件也是相当不错的 可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的 接受社会的洗礼那是必然的 范冰冰就更不用说了 从小丫鬟熬到和和有名的范爷 她吃的苦也不比任何人少 天真烂漫的年纪 或许许多人还在课堂里学习 范冰冰就已经学会在酒席上应对各种各样的男人 还要应对得体不让对方生气 阿萨阿娇出道这么多年这么红 到了商演现场还是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 忍受大家光明正大的凯游 面对这种把鼻子都凑到了脸上 头上耳朵上来闻来闻去的情况 不能躲不敢躲不敢说声 就连表情也要克制 不能让场面过于难堪 这种情形放在一般女孩子身上 大多人都是受不了的吧 明星能红或许是她们有特别的才能 更重要的就是要忍非常人之能忍 她们忍住了所以成功了 说起巩俐名气够大了吧 国际知名女星 人家靠的不是皮囊吃饭 人家手头多的是作品 而且出道多年功成名就 钱也赚了不少 可在私底下依旧得面临这些事 其实娱乐圈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 都有着不为人知的难堪和耻辱 你看她们表面笑得多灿烂 背后哭的就有多大声 剩下的就是麻木了 难怪这么多艺人都劝女孩子 不要进娱乐圈 因为有些事真的不是一般女孩 刻意减瘦的 1月5日下午 台湾媒体发布一则新闻 新闻中称 根据群众举报 警方在山林中发现三具死尸 目前警方方面已经证实 三具死尸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 且死去的男性林某 是知名男性敏道的亲生哥哥 通过调查 警方初步认为 男性死者林某 是因欠上千万元债务无法偿还 最终选择先勒死妻女后 自己上吊自杀 目前警方表示 已经在与林某家属进行联系 死者的友人也在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希望能够将案情查清 媒体在事发后 致电明道经纪人 对方称明道一无所知 但听闻消息后 感到十分震惊和难过 会尽力协助警方查明真相 明道哥哥林某生平适度成性 这也并不是林某第一次陷入债务危机 早在2013年 林某就开始打着明道的名义四处借钱 导致债主假扮粉丝混进明道 参加活动的现场 当着媒体面向明道喊话 催他还钱 2016年 明道在内地录制节目期间 林某再次借着明道的名义 欠假千万元债务 并告诉债主弟弟会处理 一直以来 按时给哥哥生活费的明道 最终忍无可忍 向媒体发布声明 让哥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声明发布后 明道也不再为哥哥还债 明道原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劝哥哥回头试案 只是没想到 哥哥始终不悔改 最终以这种悲剧收场 如今的明道 似乎很久没有出现在观众视野 来到内地发展的他 前后拍摄了几部影视剧作品 但都没有什么水滑 不过每当进行影视剧中 初期霸道总裁形象盘点时 明道饰演的善俊浩总是位列其中 被很多观众称为霸道总裁鼻祖 如今明道工作重心 大都放在内地 但与内地艺人合作出演的 辣妈正传 《如果我爱你》等影视剧作品 结果都不尽如意 没想到明道再次上热搜 却是因为自己哥哥离世的消息 实在不能不让人叹息 死者已逝 生者还要继续生活 希望明道能够收拾好情绪 安抚好家中长辈的情绪 与家人一起处理好哥哥的深厚事 与警方一起查明案情的真相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